字幕提供 下車有沒有 帥氣的關門 有沒有質感 好像沒有 我說車啦 車有啦 我們人雖然是這個大老粗 可是開了這個車 總是多了兩分優雅吧 沒有嗎 下來還是一副要穿五十的感覺 還是有 所以要像我以前這樣穿西裝就對了 穿襯衫 很悲的襯衫 我現在沒有一件襯衫西裝褲能穿的 所以沒辦法 我也沒有戲服給你們看 好 出去試車啦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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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brauch superhero 呵呵呵 今天來到現場是2017年的 奧迪A5湖貝40TFSI 我覺得它最好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不管你買幾年的 都不會讓人家覺得它很久 所以這個是一個買二手車 很棒的一個選擇 再來一個就是說 它的折價也很高 所以有機會來入手這個 二手的奧迪汽車呢 你只需要付這個 貴貴的休禮費就好了 呵呵呵呵呵 其實啊 我也是第一次買這個 世代的A5 它這裡是這個 1 2 3 4 5 6 六角形的 六角形的這個大嘴巴水箱護照 而且它這很特別喔 它的椅子蓋蓋下來 你看它其實是超過這個 葉子板這一側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其實有做一個折線喔 輪幅的上緣這邊有做一個折線 它是延伸下來的 有沒有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那25-40-18的胎皮尺寸 18吋的鋁圈 0.26cd的低風組 我們今天來的是Cubei雙門款 那旁邊這個 不知道它是幹嘛的 這個銀色的四條好不好 因為這個銀色四條 我覺得有一點不知道 它的意思是要幹嘛 是如果你是S5這邊要貼S5 Sport這邊要貼Sport 這什麼都沒有呢 就一條銀色放在這邊 我覺得有一點突兀了 帥捏 帥帥 有沒有 福斯的車奧迪的車 後車廂一定要標配一罐機油 而且已經剩這樣了 所以代表有在家 再來看這邊有什麼 後車廂 它後車廂蠻深的 但是開口非常的窄 為了要搭配它的那個 比較扁平的造型 所以其實這邊空間也不是很大 這裡有這個快速傾倒的 椅背快速傾倒的 兩個拉柄 六四分離 喔不是耶 它怎麼樣 它是222 喔那邊也有 喔對對對 不是222吧 212 224 236 248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它有三個拉柄 分別就是左側中間右側 好我們去看一下室內 我先把窗戶搖下來 它也會那個喔 你看 搖了吧 喔它這個一定準的啦 它這個應該就算年紀大了 應該都還會準 它是屬於那種亂槍打鳥 就是它這個推出來的範圍啊 很廣 整個勾的 那像那個媽咪冷的 我們以前4335 那媽的甲白假秋你知道嗎 它故意做薄薄的要去夾 結果夾不算 所以對 因為它這個夾的那個範圍太小 所以你當你老了 比較鬆了以後 它在外面你就嗯嗯嗯嗯 就夾不到了 或者是欸 從這邊嗯嗯嗯嗯 就經過了 那這個是屬於很少千軍的方式 一隻出來推出來幹 全全中 所以它這個是全 全中型的有沒有 一定中 這個到老了應該都還勾得到 好啊當初這一台齁 它是沒有SPORT的 沒有SPORT就是少了那個 前後保險桿側裙啊 還有SPORT的座椅是不一樣的 大概是差這樣嘛 差10萬 這個當初新車價格是 217萬 SPORT的話是這個 227萬 欸你看這很可愛 它這氣囊蓋超小 人家都很大一麥有沒有 小小一顆你看 跟我殺鍋大的拳頭差不多而已 很小很可愛 好然後中控台 雖然它是塑料的 可是它的塑料是有髮絲紋的喔 而且它的髮絲紋是立體的髮絲紋 雙區恆紋空調系統 8.3吋的螢幕 這邊有一個USB跟一個點驗器的充電插孔 它有一個這個快速的把螢幕關掉的一個按鍵 避免這個夜晚開車的時候影響你的視線 這有一個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打開 裡面有一個一樣 有一個USB插槽跟一個AUX 那電子走剎車 AutoHaul 它音響的做的很奇怪 你看到它音響的界面是不是這邊做一個 它這邊又做一個嗎 真的耶 這個是音響 那是音響 對啊 開關靜音 長按 關機 在這裡 中央扶手打開 中央扶手打開 我覺得它很北藍 它為什麼不在這個就好了 為什麼不同一個就好了 這個也是這裡啊 有沒有 AM、FM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回組畫面 然後可以旋轉 然後這邊有Radio 然後這邊MAP Navi 導航 為什麼這裡要做一個這個 不懂 然後這裡做了一個小小的 不知道要放什麼的 好 看一下後座好了 我從副駕駛座去做一下後座 走 不過它彈數蠻安靜的 我們剛剛一直發生 可是它這個引擎 就是會讓你感覺到有那種碎震 我是覺得這個運轉品質不是很好啦 說實在 不過我跟你講現在 因為現在大家down sizing 因為現在大家就是普遍用渦輪 然後降低排氣一樣 就我覺得現在新世代渦輪車 大部分引擎的運轉品質 就是我所謂運轉品質 就是我們從觸覺 聽覺上面的那個質感有沒有 都不是很好 你看現在很多的賓士2.0的引擎 從你前面開過去 其實會有那種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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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式喔 不是排氣管喔 就是會有那種很金屬的那種 運轉品質的聲音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那運轉品質 都屬於不是很好 在我們心目中最好的運轉品質 還是這個V6 V8那一種 好我們去看一下後座好了 好 要怎麼上車 一樣搬這個把手 阿不會電動往前嗎 會用按的吧 後面沒有出風口 有一個USB的點煙器 阿只有這兩個嗎 不知道不能放東西的地方 然後搬回來 像前面不能坐人吧 欸不過還不錯 這邊可以控制 喔幹超級的 而且我要做直頂頂的 然後我的頭 基本上已經黏在天花板 不是頭髮高喔 我現在是低頭對不對 我只要往上一台 我就直接頂在這個電花板上面 反正這個也不是要載人的 好不好 它這個椅墊有坐往後傾斜 但是這非常的直 所以椅背其實非常的直 我現在是有坐比較前面 我如果真的要把我的尾椎 靠在椅墊上 我坐起來就變這樣 好不好 後座要坐了你就不要買這種車 小朋友可能勉強 好下車 可以再往前嗎 不是我在想我要怎麼下車 坐這個後面怎麼下車都不會帥 很狼狽勒 這哪泰山來嗎 連滾帶也爬出來 會不會 他就一直哀哀叫吧 不然你那個沒事 明天那個泰山在辦公室 你說老闆說叫你補一下 從後座 爬出來 下車的那個示意圖 然後你去拍他爬下來看是怎樣 要不要 啊呦 ASMR收他的聲音 絕對哀到不行 好了 講完了 非常的快 出門出發 這很像那個飛機的那個 哇 你看 很厲害 有沒有 一坐進來就覺得就是這個科技感 滿滿的全彩 液晶螢幕 這個引擎的運轉品質不太好 久久你會感受到一點那種抖動 那種抖動就很像是這個 以前我們覺得是像考爾壞掉那種感覺 有時候你會覺得他好像是 不知道是在加輪損 不知道是怎樣 他這個是S-Tronic嘛 雙離合器自首 他這個自首板就還不錯 一檔二檔 顯接沒有那種抖動感 還滿順暢的 S-Tronic我記得沒錯是 奧迪自己的變速箱 真的他這開起來就沒有那個抖動感 不錯 製作下的DSG也沒有了啦 我們那時候試試什麼 啊我知道 斜坡的時候會有 停滴也不會有 這跟盲點啊 應該也不行 欸 那麼吸嗎 我也第一次開啊 沒買過 那麼貴的車 好貴的 帥就好了 奧迪的車就是一個好處 也有一個壞處 你這樣開出去 如果稍微不懂車的人啊 你這2017年的人在想說 你試試試看2013年 看不出來 多長的看不出來 對 好處就是你如果是買2013年的人在想說 可能跟2018年差不多 奧迪的車就是有這樣子的 優越的設計感 都會讓你覺得很有科技感 妹上車 欸OK 這個妹就可以去跟他的閨蜜講 我跟你講這三年來 我男朋友的車 從Toyota 換到這個納智捷 迪桑最後換到奧迪 哇你男朋友是做什麼的 怎麼賺那麼多錢 短短三年的時間就開到奧迪 沒有我換了四個男朋友 哈哈哈哈 好上高中路吧 我們現在是一般的D檔 沒有到DS 這個有一個DS的模式 我只要再往下撥 現在變S4撥一下 就這樣推一下就好 推一下而已啊 它是有這個回彈力道的 有啦 盲點啦 它盲點是做到這個後照鏡的那一側 還滿特別的 好不好 那我就簡單的開一下分享一下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買到這個車子 試一下 2.0T 190匹馬力 32.6公斤米的牛力 0到100的加速是7秒4左右 我看是沒有跟車啦 有定數而已啦 沒有跟車系統 風阻低風切身 還OK 前方右側有合併道路 這次媽媽講話有夠大聲的 那大聲三小啦 超級大聲 對啊 說話說話大聲 那應該可以調啦 沒有調 它前後都是多連桿的 這個好像是五連桿 有五支啊 然後它有更加敏感的一個底盤的 微調跟反饋 成本雖然比較高 那你當然你買回來以後 你之後維修修起來很高 其實買奧底應該不用煩惱修車 貴不貴的問題了吧 因為就一定貴嘛 不太便宜嘛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這個氣氛燈 你有看到 小小細細的一條 你拍你的 對 腳下面也有 腳也有 還是稍微有一點點渦輪遲滯 我剛剛時速80公里 踩這個再加速 那感受得到一點點的渦輪遲滯 大概 我現在踩一下 1秒鐘左右 但是已經算輕快了啦 然後風切聲隔音也很好 底部的抗噪 抑制噪音也都做得很不錯 那在高速公路 因為這個聽得到一些外面的聲音 所以其實引擎的聲音也覺得蠻安靜的 我真的很喜歡雙門車 讓你們發現我們店裡很多雙門車 我很喜歡買雙門車 BMW的啦 賓士的啦 我昨天有買一台 E250的Coupé 我很喜歡買雙門車 我從小的夢想 坐著爸爸的車在後座 看著窗外的車 我都在看雙門車 我在翻雜誌的時候 以前小時候在看汽車雜誌的時候 我也都看雙門車 因為我覺得雙門車 少了那個門縫 門縫的那個線 那你會覺得整個順暢度 流暢感 線條會覺得更漂亮 而且小時候看那個東京愛情故事 你知道嗎 江口洋界 那裡面是飾演一個花花公子 他就開了一台 我記得好像是 是Toyota的吧 不知道是什麼車 我有點忘了 雙門跑車 然後留個長頭髮 留著那個像山頸獸 還沒剪頭髮那時候的那種髮型 喔 哇 這個你就知道 對 我就知道 呵呵呵呵 開了一台紅色的雙門跑車 還在念大學 喔 玩褲子弟 然後裡面女孩子都愛他 那種你知道嗎 很有手段 每個女孩子都這樣 如痴如醉這樣 有沒有覺得欠負這種生活 我跟你講 通常你要在那個年紀 有人家沒有的東西 你才有辦法 殊不知我們到了這個年紀 就算我們有雙門跑車也沒有用 呵呵呵呵呵 大家覺得這太老了 我真的補不下去 女孩子也會這樣覺得 雖然他開了跑車 可是我真的補不下去 你不要以為只有男生會這樣而已 好不好 我真的吞不下去 好不好 那可以不要吞 喊著就好嘛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到這個年紀也沒辦法 一定要在那個年紀 有這個東西 才能發揮它最大的效用 阿達年有沒有跟女孩子搭訪過 沒有 為什麼沒有 沒有 我是害羞的人 你不覺得臉皮要夠厚才有辦法 認識你還是我教到我 比較快教到臉皮 對啊 你會這樣覺得嗎 不會 那你為什麼不臉皮厚一點 你就去啊 小姐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現在我想知道你叫什麼 以後呢 我還想知道你怎麼叫 呵呵呵呵 有沒有 之類的吧 然後就被帶去警察局了 呵呵呵呵 好我要試車 這車開起來是流暢舒服 那方向盤呢其實是比較 我覺得是比較偏輕的啦 可是它有沒有那個dynamic 那個可以選 哦 drive the leg 就在這邊在這邊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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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 動力 好那我們就去動力了 好不好 所以剛剛就在動力嗎 沒有剛剛是 欸對剛剛在動力耶 好現在就是動力了 看看看看 其實A5我們之前講過啦 它還是比較偏向一個GT的轎跑車啦 所以說其實在彎道中 試看看好了 我現在這樣上來喔 我覺得比那時候S5的那個年代啊 S5那個年代的 我們之前試的那個11年左右的嘛 對不對 它的車開起來會有一個重量感 那但是這個是很多車廠 現在都會這樣 這一代的這個A5系列啊 它的車子油門的反饋開起來啊 跟你車子的車身的動態的反饋 已經讓你感受不到那個 穩重跟重量的感覺 這當然不是只有奧迪啦 這在賓士上面 B&W上面 其實新世代跟舊世代的車款差異 就會有這個油門輕快的反應輕快的差異 跟這個車身穩重度的一個差異 油門踩起來是很輕的 油門踏板的反饋也很輕 油門的加速也是非常輕盈 然後呢車子在過坑洞的時候 比較沒有那種重量感 讓你覺得你這台車其實開起來是蠻輕的 所以我現在在岩潭之中 一個彎接著一個彎這樣開 其實我只覺得很順暢 我沒有開的特別的快 那我覺得一路都是很順暢 甚至它在我們南深路這個彎道 基本上 依我現在五檔 D5 Dynamic的狀況 是完全都不用踩剎車的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一個彎過一個彎 在限速以內的話 所以就可以覺得說 其實是很輕快的 那當然我在轉彎的過程中 我感受的到說 其實它的極限是可以更高的 因為真的蠻穩的 這台車避震設定是比較運動化的 那唯一一個我覺得 雖然已經轉到Dynamic 你在那個擋跟擋 中調油門再加油門的這個 反應的時間 我覺得還是沒這麼快 再加速我覺得 有沒有 它會遲疑的一秒忽然衝出去 會有一種暴衝感 比如說假設我現在 我們的時速是在2000轉的40公里 對不對 2000轉的時候我忽然加速 它會等了一秒才會衝出去 它反應 油門的響應沒有這麼快 不過它雖然是這個運動化的一個 底盤的感覺 但是你過坑洞 不會有那種車輛過度彈跳的感覺 而且它方向盤盤盡 其實是應該是比較小的 對啊它盤盤很大 所以其實它蠻好轉的 這椅子我不太喜歡 到底是我腳太長 你也覺得偏短嗎 對啊很短啊 我是覺得蠻短的 對啊它的椅座也蠻短的 我是想說到底是我腳太長 要不然觀眾說我媽的 我每台車我都給人家嫌短 這是德國的車子 德國人有那麼短嗎 我也是漏了它一半在外面 怎麼會這樣 這個椅子我覺得不太符合我的身型 除非要做那個土舌頭 我可能還比較剛好一點 那我有時候都會覺得 是不是我的比例有問題 你本來你腳就比較長 比例你知道 他兒子OZ 可是比例姐的兒子是周湯豪 是周湯豪 我看你們 葉艾琳的兒子 葉艾琳啊 那是葉艾琳 不好意思 我搞混了 那拍Uber廣告是誰 是比例姐跟OZ 幹 對啊我就以為他是他兒子 對啊 我被那個廣告誤導了 我把那個AUTOHOLE關掉 才可以試出它這個一檔 我就要主要試它一檔二檔銜接 如果剛好在這種上坡的路段 會不會 假設現在塞車對不對 塞車 假設現在時速只有兩公里塞車 我放開油門 踩一下塞車 好 踩一下塞車 好 現在再走 塞車嘛 斜坡塞車 慢一點 往後耶 喔唷唷 又往前了 我如果不管它 它會往後一點點 你看我現在腳不踩 它現在三公里 兩公里 它會一直往前衝 它都不停耶 它氣勢超 所以它的D檔 它想要做的跟傳統的變速箱一樣 是會一直往上爬的 好 OK 試完了 不會啦 不會扭 好不好 幫你們試完了 不會有那個乳型的 S-Tronic不會 OK 這個我們有女性觀眾 可不可以留言一下 如果今天你的一個男生 我們與其不論男生長得帥不帥 醜不醜 就還OK這樣 好不好 開了一台這個車有沒有加分的效果 如果啦 有女性觀眾在留言給我們一下 好 我們現在是Dynamic 這個速度起來以後是很快的 因為我們這個山不算斜 所以還滿好公路的 而且變速箱邏輯不錯 它有那個耶 車道偏移 方向盤會抖 你沒聽到聲音對不對 我沒聽到 可是開車人感覺到方向盤有在震動 輕微的震動 不像那種跳彈一震動嗎 全車都知道 哈哈哈哈 它這個震動只有駕駛知道而已 變速箱邏輯是好的 但是因為它有渦輪池質的關係 所以在一些低速彎 你在出彎的時候 在補油門 有時候如果你像我剛開的 不是很習慣有沒有 我出彎的時候油門補下去 動力會比我想像中的 慢了一秒才來喔 我已經在彎中 我已經準備要加速 可是我踩下去的時候 它沒有加速 反而出彎了以後 有一種爆充感 貼背感會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駕駛者去 習慣它的調性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車子 不是說不能有渦輪池質 一定有的 而是要去看說它怎麼去調校的 然後再來一個是 你駕駛者怎麼去適應它的渦輪池質 你要提早反應啊 或者是說你要利用這個手自排的系統 降低檔位拉高轉速 自己去彌補 奧迪的車其實我們很少買賣 尤其奧迪的車 通常車行的利潤都會抓高一點 至少都要抓兩本 那麼多啊 尤其是百萬以上的奧迪 很簡單嘛 第一個 它比起雙B它的銷售期更長 那比起雙B它的妥善率 跟它的零件取得費用更高 那妥善率可能會更差 然後再來一個 對於車商來講的話 我們賣一百萬以上的車子出去 那個發票啊 反正那個稅機它弄一弄嗎 扣一扣 那二十萬扣一扣也沒多少錢 因為它這個稅額啊 它是看你的年度營業額下去跳爬數的 所以像這種車 你一下子塞一百多萬的業績進來 就會忽然讓你營業額更高 尤其像我們這種都賣國產車的 我們都賣二三十萬三四十萬的車賣九 這一台來抵三台的稅額 直接搬著營業額往上拱 稅也要算進去啊 那當然啊 我剛剛講了 這個時間銷售期 越長的車子 越冷門的車子 就會造成風險越高 因為每個車子停在那邊 都要租金 都要這個找排燃 燃料跟排照 都要人、市、地租、場地、行政費用 限速60公里 等等等等 再來一個 這台車回去 萬一你壞了一個東西 不是三五千塊可以解決的 還有售後保固的問題 好啦反正這個車利用會算比較高啦 大家會覺得它躲上去也沒那麼好 好啦 那今天這個2017年的奧迪A5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覺得這車沒什麼了不起 就是高級的燈具廠 然後線條很漂亮 白色的 看起來乾乾淨淨的 座倉裡面真的富有科技感 那開起來只能說是順暢 大概就這樣 好不好 奧迪在現在年輕妹子的眼中 應該也是算不錯的車吧 我真的覺得 一個車廠 它如果常常在幫它 砸很多錢在一些電影裡面出現 很多不懂車嘛 女孩子也不懂車 他覺得這個車常常在電影出現 對不對 鋼鐵人嘛 傑森史塔升三分鐘護一身 呵呵呵 對不對 它多出現在電影裡 砸錢在裡面 我跟你講 這個車就是變成那媽的 科技水準的代名詞 真的啊 我覺得它真的砸很多錢在這上面 以前奧迪 地位沒那麼高 以前我們小時候 一直是一個不上不下的東西 你說它要很尊貴高級感 又比不上雙B 你說它要很會跑 也還好 然後它覺得零件又很貴 小毛病又多 在我們小時候的奧迪是這樣的 大概就是跟歐寶 Saba是差不多在那個地方了 現在是爬到雙B這一階來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真的一個車廠 有在努力加油應該是有差啦 欸我現在待的每顆齁 再加速其實反而很奇怪 不太行有點慢 它油門Kickdown以後 等它退檔有一個時間 然後我等前面離我遠一點 我要重彩油門 現在D6 時速80公里 狀態 我現在油門一直幹到底 地板油 有點慢對不對 中間有一段 對它停完以後上去會很快 80到100很快 但是它要開始動的那一刻 適宜了一秒 我再試一次喔 80 好地板油 有沒有 現在時間蠻長的 對不對 我講地板油的同時 我踩到底了嘛 它那個再加速其實有點 我剛剛是 我以本來不想講 我想要講這樣差不多 我想說高速公共有車少 試一下 沒想到那個80再加速 那個反應有點慢 神奇 而且現在是在動力模式嘛 我剛好有選過 好啦 2017年的這個奧迪的A5 40TFSI 然後里程數33908公里 新車價格217萬 現在要賣多少錢 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 我回去要研究一下 有時候第一次買的車 會搞不清楚那個 市場的價格 有時候可能買太貴 有時候可能買比較便宜 不太贏 我現在讓它整個 故意偏 好不好 有啊 有耶 有轉耶 有了有了 有了有轉啊 所以它有車道偏移的輔助 但是沒有跟車 是這樣吧 應該是這樣 有這種半套的 我遇到的都是有跟車 然後方法反而不會動啊 好啦 反正到時候我去研究一下 市場行情怎麼賣吧 好不好 好 那這個2017年的奧迪A5 Coupe 40 TFSI 里程33911公里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開啟小鈴鐺 按倒贊的就倒癢 好不好 大便倒到一半 人家的糞根滿出來 沾的你滿屁股都死 下次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欸... 又嚇到我的腳了 好小喔 好痛苦喔 好痛苦喔 防御工事 七海八極券 字幕 李宗盛